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面丹心 挥舞 过云雾 青天再现 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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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挥藏身 骑下把剑带相助 挥舞 挥舞 城市贪官 无数维权 拔剑处 包青天 挤下舞翼 挥舞 穿千古 万名称赞 挥舞 要紫云去护送八王爷? 紫云的武功我见过 他应该可以 助我一臂之力 紫云的武功的确是 我可以派去最高的一个 我也知道 他护送八王爷会有帮助 但是 展兄弟可能不知道 我慕容家族 与上官家族交好多年 我更加与上官敬他 约好了 要结为儿女趁家 但是 但是紫云 并不愿意嫁给上官无救 你怎会知道 你怎会知道 崇林兄 你认为我为什么要紫云 代表慕容世家 护送王爷去大明府 为什么 这是紫云 亲自向我提出的要求 不要, 紫云, 我们去吧 不行 你明知道我们不能回去 紫云, 我们难得只有这个机会 可以治好你这个病 回大明府 无论有什么结果 我都不在乎 不行, 不可以 思思 两位, 到底是什么回事 你们是从大明府来的 为什么不能再回去呢 我们… 公孙先生, 大明府对于我们 实在有难言之忍 虽我不能直言 不过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走 既有难言之忍 我就不再追问 明日一早一起出发 好, 谢谢公孙先生 好, 谢谢公孙先生 没事的, 先生 我们不会有事的 不可以, 太不自恙了 一个女儿嫁 主动去找自己的未来丈夫 跟她说自己不愿意嫁给她 如果传让了出去 我慕容重临的面子 豈不是刁青 不行, 我不同意她 展兄弟, 你明明知道我 不可能同意 你为什么还来叫我派她去呢 重临兄不是说过 她的武功毫无问题 对护送八王爷也有所帮助 但是… 这样吧, 我慕容家不派她去 又是我慕容重临亲自去 展兄弟, 摇头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认为 我已经露到 使不出权鸣雙槍了吗 崇林兄千万别误会 展超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然后你马上就会明白 好, 你问吧 崇林兄你为何要止运 飞隔给上官无救不可 此乃我们两家当年 指缝为婚的约定 如今我妻子和上官敬的妻子 都已经过世了 我们不可以相隔二十年后 就出言反悔 崇林兄一向一言九鼎 我相信此乃原因之一 若以崇林兄所知 子昏他为何不愿意嫁 那就是令人惊喜的地方 不, 你说他既无意中人 又从未见过上官无救 他不嫁完全无理取男 两家交好 又怎会从来没见过面 上官敬他妻子过世之后 性格大变 只是足不出户 连我的极少与他见面 更何况两个孩子 这么说的话 崇林兄对上官无救的人品武功 豈不是一无所知 不是, 他是我未来女婿 我对他当然会特别打听 上官敬对他管教受严 不但武功尽得真全 而且人品亦是忠厚皆卑 正经大变 正经大变 我回答了你不少问题 但我仍然不明白 你要我让他去是什么意思 我会马上令你明白 既然上官无救的人品武功 也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不让子昏去跟他见面 你越说越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让他去见面 依我的推断 子昏之所以不愿意嫁 大部分的原因 来自于是你坚持要他嫁 你说是我的错 你先听我说完好吗 坐 好 如果子昏看到那个人品武功 也非常出众到上官无救 他可能改变初衷, 愿意嫁 万一他也不肯嫁呢 这就是崇林卿准备他的条件 如果子昏看到上官无救的人品武功 也无可挑剔 那他就必须要嫁 除非他同意 否则你就不准他去 也是一个办法 这个女儿虽然被我嬌仲惯 但是我知道她能够信守成乐 如果她同意的 就可以了却我多年的牵挂 如果她不同意这个条件 那我就不让她去 她亦无话可说 但愿她能够心甘情愿嫁给上官无救 大人, 从他们的谈话语反应来 一定是为了躲避某些人才会离开大明府 艾虎曾经说过她的武功不差 如果连她也要避开 是这样追求她的人想必很难对付 学生是担心会影响我们的任务 公孙先生 关岗为了请你帮詩詩治病 宁愿冒险回大明府 就是为了这一点 我们就没理由不让他们 今天我们一起走 事由轻重换急 皇上所派的任务离荡友善 至于替詩詩治病 她未必急在一时 甚至可以跟他们约定地点 等我们从大明府回来之后 再医都未迟 公孙先生 如果你不是大夫 而有病的是我 或者包大人呢? 你是说 我是说 如果有一位大夫 可以医好我们的病 你会等他 才去办完其他事之后 再来跟我们治病吗? 艾虎, 我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我也希望能帮他们 公孙先生不必为难 此事并非不能两全 大人有两全之策? 如果让他们跟来 而我们加快行情 在进入大明府之前 与展护会他们会合呢? 对啊 我和展大哥都在 有什么人来都不用怕了 但是大人原本希望 等八王爷先去的目的 就无法达到 那也无妨 到达大明府之后 只要延迟在日前去 豈不依然可行? 确实可行 既然如此 明日我们尽早出发 我爹答应让我去? 展大俠是这么说的 也是展大俠有办法 但是你也不错了 找他帮忙的主意是你出的 但是他还让我告诉你 你爹让你去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他没说 他说他和你爹在大厅等你 好, 我们走 他们说叫你去 又不说叫我去 你不想知道我爹开了什么条件? 等你知道了再告诉我 好 我呢? 这就是爹的条件? 没错 如果你不同意这个条件 爹也不会同意你去 但是... 展大俠 你爹 你不认为你去大明府 我建议你不要跟他们去大明府 当然, 你依然可以保持 不愿意嫁的态度 但是... 如果你同意爹的条件 爹就不准你事后反悔 否则爹就当着展兄弟面前狠心地说他 爹不会承认你这个女儿 爹 你知道爹这一世追纵承诺 如果你不能手信 又如何匹配 做我慕容重臨的女儿 所以你要仔细想清楚再做决定 好, 我答应爹 我接受爹的条件 亦一定会信守乐言 绝对不会无中生有, 故意挑剔 但是我也请爹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说什么条件 如果他的人品武功 不是爹所想的 而且我能提出事实证明 你就要答应我取消这头亲事 你... 松林兄 持平二论 但是, 子雲提出的条件都非常合理 倘若相官无极的人品武功都有瑕疵 尿子雲非嫁拒不可 又于心何忍 好, 我好答应你 我们离开河间府的消息 留下了给大人没有 留下了, 如果大人要来找我们 王朝可以由易馆收到消息 知道我们行踪 现在冯奇和子雲跟你一起上路 一路上发生什么事 交给我们处理 你们两个紧随王爷身边 不得善事离开 是, 我们两个会寸步不离王爷 好, 要出发了, 你们准备一下 是 两位大哥就是张龙和赵虎 好, 冯小俠, 慕容姑娘 由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交直相处了 两位大哥不用这么客气 你两个应该是开封府的人 没错, 我们一直跟随包大人 那展大俠也一样跟随包大人很久 很久了 那你们平时是怎么称呼他 我们平时也称呼他为展大人 虽然他最不喜欢这个称呼 但是在虎牙一定要这么叫 那你们包大人又怎么称呼他 和王爷一样, 叫他展户围 这个称呼肯定不行 两位大哥, 我坦白和你们说 他不准我来称呼他展大俠 请问, 可不可以帮个忙想想 究竟如何称呼他才合适呢 马上就走 没错, 此去大明府仍有段路程 途中也要计算投宿的日子 唐若太迟出发 恐怕需要露宿交易 但是我还没去收藥 不要紧 小城镇的药材未必齐全 到达大远城再去收藥也未迟 准备好的就立即出发 我们...我们真的要一起回大明府了 当然了, 我们昨晚不是已经说好这么做了吗 但是只要回大明府 你爹就一定会找到你 而他平时对你的严格态度 肯定不会理解我们这次私奔的 不要再顾虑这么多了 还是以你治病为先 没有 莎莎, 我爹反对我们成亲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 日后夏儿会遗传你的病 如果公孙先生可以治好你的病 那我说不定 以后就不会再反对了 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你明明知道还有另一个原因 你和那位慕容姑娘的婚約 不然我们命中注定不能在一起了 不, 只要我们肯努力 就可以改变命运了 收拾行装, 不要让他们久等了 走 包大人 我們為甚麼住在藝館這裡 這段時間不是要微服私房嗎 你住在藝館 每個人都知道你是開封府的包大人 那捉私房是甚麼 本府於創州 原本就不把算做私房 為甚麼 我們入城真正的目的 是為了給關九執藥 這裡的藥材齊全 雖然配製藥丸要花點光陰 但無需太久 娶得若縣之後 我們就離開創州前往大明府 實在再沒有空閒私房 那如果遇到不平的事 管還是不管 那就要視乎是甚麼事 既然這樣的話 我可不可以去街上逛逛嗎 那怎麼行 大人的安全你不管了 我… 無妨 既然藝館有官兵駐守 又有王朝馬漢在此 何來安全顧慮 去吧 還是包大人了解我 要我一直留在藝館不出去 肯定會瞞得我患上大病 那我走了 等一等 不要太久, 不要闖禍 是, 公孫先生, 你就放心吧 兩位大哥, 包大人的安全呢 我就交給你們了 拜託… 大人, 你何以不讓他留在藝館 艾虎畢竟還年輕 誰能留在藝館就來 誰能藝館 我侧os 既然藝館 幼藝, 隨便 我侧熟了 爝館 你真是藝館 這是藝館 特別是藝館 你這充滿藝館 所以女生 你無知藝館 你能藝餞 我依靂ète 小師 姑娘 對不起, 我忘了你 不要緊 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他在裡面執藥 你怎麼都來了, 包大人他們呢 他們在藥館, 你的藥汁好了嗎 沒那麼快, 我叫他們製成藥丸 但是我又不放心, 所以只好留在這裡等 那你也不能留別人自己在這裡 我沒問題 什麼沒問題 就算不喜歡逛街, 也要找個地方坐一坐 他如果不放心, 就自己在這裡等 我帶你喝茶 真的不用了 莎莎, 的確不惜我們兩個人 一起在這裡等 你們去喝茶 等你們要回去的時候再來找我 來… 我看你們兩個 好像從來都沒有分開過 我把莎莎帶走, 你不怕 然後我會出事嗎 然後你會出什麼事 你是包大人身邊的小合艾虎 我擔心你幹什麼 你真沒意思 想你擔心也不行 行了, 你們快走吧 好, 那我們走吧 莎莎, 我們走吧 莎莎, 我們走吧 好, 最多只是兩杯茶的光陰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走吧… 小雲, 你怎麼不帶你的紫衣內圍去 不是說不要太招搖嗎 多他們四個又有什麼關係 很大, 多四個人幫忙 我們走吧 原來你叫他們暗中跟來 當然, 這樣既不招搖 又有人暗中警戒 真是有人搶皇爺的玉佩 都可以預先知道 想不到你現在的鬼主意也不少 當然了 你以為只有你一肚子鬼主意嗎 你還沒告訴我 昨晚你爹向你開了個什麼條件 都沒什麼, 反正他都給我力 不會只是這麼簡單 你答應了他什麼 我答應他 不跟上官無夠打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走 想不到他就是開封府的包大人 而你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小幸艾府 你怎麼知道我在江湖上有名 是關狗說我知道的 叫他關狗一定很不習慣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詩詩這個名字是真的 但是關狗這個名字肯定是假的 其實我們早就看穿了 艾府, 我們… 你不用擔心 我們知道他肯定又不能說 真實姓名的苦衷 總之連包大人在內 絕對沒有人會逼他說出真名 真的嗎 當然是真的 現在你終於可以放心了 謝謝你們 謝謝我們幹什麼 不過如果你願意把問題說出來的話 或者我們可以幫忙解決的 不可能的, 誰也無法解決 你也知道包大人的事 他也無法解決嗎 這件事跟官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一定是江湖上的事 我可以試試 如果不行的話 只要展大哥出面一定沒問題 艾府, 也不是江湖上的事 那還會有什麼事是無法解決的 是他爹 他爹幹什麼? 他爹不准我們在一起 所以我們倆只好私奔 什麼? 難道就是因為你那種怪病? 不僅如此 當年他爹與人指縛為婚 對方的爹都是江湖人 江湖人一落千金 絕對不會違背承諾 那算是怎麼樣 哪有人用未出生的孩子做承諾的 我們雖然逃走了出來 但是他爹一定會派人到處找他 一旦找到他 如果他不肯接受安排好的婚養 什麼都有可能發生的 會發生什麼? 難道他會殺死親生兒子嗎? 你是說他爹真的會這樣做? 不是, 我不知道 我們連想也不敢想 怎麼會有個這麼糊塗的爹? 好… 客官, 有事嗎? 快走, 沒你的事 你說是不是誰都解決不了? 還是不說了 展大哥 展大哥 你們決定這樣稱呼我嗎? 是 不過無論年齡、輩分 或者是我們認識的日子來說 這個稱呼似乎不太適合 這個已經是我們想得到 你最有可能接受的稱呼了 你們憑什麼認為我會接受呢? 因為小俠艾父也是這樣叫你的 他的年紀應該比我們更小 你怎麼會知道 張龍趙虎說的? 你不會太計較這個稱呼吧 我們江湖人從來都是各論各 各自交友 雖然你和我爹一向稱兄道弟 但是我以為... 好, 展大哥就展大哥 反正我仍然不是這麼在意 只不過, 既然你叫了我一聲展大哥 又怎麼不告訴我 你帶他們四個來吧 展大哥, 你說哪四個 只雲, 你想一直跟我去大明府 第一件事, 必須對我說真話 好, 好 我說真話 是我叫子依呂衛暗中跟著我們去的 我是想... 這個安排也不錯 有你們四個在暗處 對他們的確是有幫助 我去看看王爺他休息夠了 看情形, 什麼事都瞞不過他 以後我們還是說真話 我又不是故意要瞞著他 那你為什麼要瞞著我 我瞞著你什麼 你到底答應你爹什麼條件 我自然不相信你爹開的條件是 不准你跟上官無救打起來 不相信就算了 他們兩個太可憐了 那個還爹的太可惡 偏偏想幫他們, 又幫不了 氣死我了 唉, 這種家事 外人的確無法插手 而他們的處境 又實在令人同情 大人 其實都有可能化解 怎麼化解 展護衛的江湖關係極廣 江湖地位亦頗有份量 既然同事江湖中人 由他出面 即使未必能勸得到關狗的父親 卻可能問出問題的癥結 然後再針對問題 尋求化解的方法 但是展大哥現在又不在我們身邊 此事不急 至少要首先知道關狗的真實性命 方能找到他的父親 他們不肯說 難道要我逼他們嗎 那就唯有等下去了 等到甚麼時候 等到他們信任你的時候 誰知道他們倆何時才會信任我 好啊 所以我才說不合得 或者我們跟展妹妹會合的時候 你已經問出來了 大人 學生要去替絲絲姑娘絲針 去吧 艾虎 好 包大人 本府相信他們不用多久 就會信任你 包大人為甚麼覺得會 因為你很關心他們 面對你的真誠關心 任何人都會漸漸對你 絕對信任 有這麼多藥 都不知道要吃到甚麼時候 這些藥呢 足夠你吃三個療程 等你吃完了 我再去收藥 一直要吃到你不再病發為止 好 武哥 我不想醫了 你說甚麼?怎麼可以不醫 我? 你是不是還擔心大明府出事 我實在不願意再見到你這麼痛苦 亂說 誰說我痛苦 要治好你的病 這是千載難防的好機會 為了這個機會 我甚麼都願意做 不是 我想說的是 不管我的病醫不治也好 我也會拖累你 我有甚麼忍心呢 詩詩, 我不准你再說這種話 我遇到你 可以和你一起 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事 今後 我們能夠施首一生 更是我夢寐以求的事 所以從現在開始 你甚麼事都不要想 專心治病, 答應我, 好不好 公孫先生, 載進來 你一種等到藥丸祭好 你自己回來 是 這裡大約是三個療程的藥量 我多餘了份量 但願吃完這裡的藥之後 會看到顯著的效果 詩詩姑娘, 可以開始施針了 是, 麻煩公孫先生 我來吧 溪品小姐 展大哥, 有二、三十個江湖人 向我們來 洛馬保護皇爺 皇爺小心 殺 來者全心要人勝利 出手不必留情 伍子 哈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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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武功也很好 但是为什么要死得这么不值得 最好的就是那个背后知识的人 为了抢玉佩 牺牲了这么多条性命 自己就不敢露面 王爷 他们是... 他们是为玉佩而送命的人 那... 王爷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虽然我们党得住 但是西边会有更多人白白牺牲 本王明白 我们先到一个最近的城镇 免得于官道上幼糟难节 按照应该怎么做 我们进城再做研究吧 是 王爷 展大哥 风云飙果在天雅各地都有分队 你此地不远就有一个 我们可以去那边住 在什么地方 倉州 好 那边出发 前往倉州 好 蓬奇见过副总标头 现实太多例了 自己人何必要这么客气呢 林叔是风云飙果副总标头 兼任昌州昏陀陀柱 小侄来到昌州 你应先依礼拜见才是 你还这么秦规道具 来 坐下再说 是 你不是一直跟在总标头身边的吗 为什么会来到昌州这里 小侄奉阿爹之命陪一位贵客去大明府 路过昌州 想在昌州昏陀住两天 完全不成问题 女性 叔叔在 有多少客人需要多少房间 你交代下去立即准备 是 不知道 昌州所说的贵客是哪一位呢 还是等小侄先接他过来 再向林叔稳布 还请林叔 不要紧 不要紧 你办事真的越来越成熟老年了 总标头把你教得很好 好 林叔太夸张了 我马上去城外接他们过来 要不需要我派人去接 不必麻烦 小侄告辞 请 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昌州呢 去南路的人 知不知道是我叫他们去的 不知道 是属下透过江湖关系 找那些人去的 看来那些人失败了 我们现在就要离开昌州了 没错 思思姑娘的药已经买好了 经过这一天的担觉 八王爷他们大概快到大明府 立即出发 正好在大明府会合 既然如此 立即通知大家 准备出发 是 包大人 公叔先生 何事如此惊慌 詩詩又病發 不是, 他走了 艾夫, 麻烦你们帮我 在驛馆找找 我去大家找 王朝马漢, 去搏手 是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詩詩为什么突然走了 看来他是不想连累关狗 没错 他宁愿不治自己的病 也不忍心回到大明府 看到心爱的人受苦 和我们一起住在驛馆的那位姑娘 有没有出门 今次出去了 将冬 你来滄州干什么 大人在驛馆 你那位贵客住了进驛馆 是 开封府的包大人 刚刚来到滄州 他要包大人是相识 所以临时决定要住在驛馆 不离标局了 原来是这样 他特地叫小朕 代为向林叔致歉 不要紧 只要你爹 不怪我没有尽地主之仪 就行了 多谢林叔 不过我和另外一位朋友 恐怕都要住在标局了 那就当然 如果连你都去驛馆住的 那我真是没办法向你爹交代 林叔取笑了 小朕宵回驛馆陪伴那位贵客 稍后再回来 去吧 好 原来你就是小俠艾虎 没错 就是我 本来我们一直都不相信江湖传闻 如今一见 艾虎的年纪果然不大 他的年纪不大 可是鬼主义很多 你们两个需要多家留心 展大哥 我和人家第一次见面 你怎么可以这么介绍我 不要紧 馮奇的鬼主义很多 我早就习惯了 紫王 好了 你们三个在这里好好谈谈 我和你们展大哥有事要商量 你们三个不要出去玩 要注意大人和王爷的安全 是, 展大哥 包拯已通之易成 暂时将其他住客迁往他床 同时加强易管安全境界 王爷在此安全无遇 王爷恩来要如此望着包城 本王不得不怀疑 包大人不留在开封府 走到来创州 莫非是暗除本王而来 王爷误会了 包拯出京 还是奉旨而行 皇上要你到沧州做何事呢 回王爷 包拯是要去大明府 大明府 包拯奉命要办的事 原本与王爷无关 不过我们很可能是要去见同一个人 包大人知道本王要去见何人 包拯虽然不知 却能猜得几分 王爷是否要去见上官敬 本王早知道想要瞒着你 并不容易 不过上官竟是个江湖人 包大人要见他所谓何事 包拯奉子 尋找当年给他带出皇宫的那名南婴 雨滴 从双眼伸进了回忆 淋湿了我 逞强的那份勇气 流星 瞬间点亮碎裂的心 我不想看分明 又把伤心藏入阴影 因为发现坦白的人 也有秘密 因为目睹盛开的玫瑰 一夜间凋零 就慢慢太小心 慢慢太躲避 于是我仍闭上眼睛 不听 不堪加冷静 固然的尽头 你高聚起灯火 你呵护着我 牵引着我 走出新的歌牢 孤单的尽头 你坚持等候我 脱下了一层层一火 敢相信自己值得被你宠 每个人都至少 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人 会懂 孤单的尽头 你坚持等候我 你坚持等候我 脱下了一层层一火 脱下了一层层一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